草州国中排球队回到学校 受到全校师生热恋欢迎 睽違20多年 草州国中如愿闯进全国排球联赛决赛 一路过关斩将 挺进冠军赛 最后拿下全国第二成绩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经验 这就是让我去学习的一个地方 接收到这种大场面 也是我第一次遇到 冠雅的气氛跟六强 一开始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到之后如果真的还有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 这批小朋友从一年级到三年级 其实就是有这个想法 就是一定要到冠雅军站 那当然到冠雅军站了之后 其实真的蛮遗憾的 因为机会的部分都在曹国中的身上 但是就是却没有那么幸运 但是至少小朋友也努力了 但其实这都真的蛮遗憾 蛮可惜的 草州国中排球队球员来自不同地方 相处却像家人一样 三年共学共患难 希望在最后球季留下美好据典 之前的时候是遇到这几对 都是不会赢 但是到后面就是因为 就是想赢 然后就拼 就拼到这一次 结果就第二名 自己也想不到 是一个很惊奇的过程 对 非常惊奇 希望孩子在品德上 跟他的态度上 包含他遇到任何的挑战 都能够坚持到最后的 这一个平时态度的养成 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虽然跟冠军插身而过 但球员仍既望未来 无论是继续网牌球发展 或是专注升学 今年联赛的旌旗之旅 都证明了他们的能力和韧性 云西文巴浪 平龙潮州 尝不到